大家好,我是Robert 首先要很感谢WMU中正大学以及中硕 把这么好的MBA课程带来台湾 我也才有机会认识这些优秀的同学们 我想要就读MBA的目的呢 其实是想要减少石化业对台湾环境的伤害 在2019年的时候我看了一部纪录片 片名叫做《前进》 里面记录了台湾30年以来 反石化业的环境运动 其实也记录了台湾30年以来 石化业对台湾环境以及居民健康的伤害 有一幕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他是在渝林县台西乡的一位养殖业者 他站在自己的养殖水池里 双手就从水里抱起一把蛤蜊 但这些蛤蜊其实已经全部的死亡 这些死亡的原因呢 其实就是来自于附近石化工厂的污染 孟刺的是啊 其实过去8年以来 我的工作都跟石化产业相关 而这部纪录片让我了解到自己的工作 其实正在伤害着台湾 所以我想要改变现况 我想要改变台湾的石化业 减少石化业对台湾环境的伤害 因此NBA所提供的商业管理知识 正是我目前所欠缺而且迫切需要的 为什么我会选择WMU GIMBA 是因为在台湾就能够学习到 来自美国校本部所教授的商丸知识 以及产业趋势 包含大数据以及人工智慧的商业模式 大数据以及人工智慧 它毫无疑问已经是现代的趋势 而这两项科技也已经被证实 可以有效的降低石化业对环境的伤害 因此我想要透过GIMBA的课程 结合商丸知识以及最新的科技 找到能够改变台湾石化业的解决方案 我目前我刚刚完成了 会计经济以及财务的先修课程 透过就是分析过去的经济的案例 包含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 以及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 我们可以学习到 如何预测未来的经济成长趋势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透过分析一家企业的财务报表 我们可以了解到一家企业的体质 包含他这个企业的偿还贷款的能力 以及他的资产结构 还有他的获利能力等等 其实还蛮幸运的 就是在我想要公读MBA的时候呢 就刚好顺利录取了WMU的GIMBA 能够在台湾上课 然后可以兼顾家庭工作以及学业 最重要的是我可以拿到 美国一流大学MBA的正式学位 其实这是我以前完全都没有想象过的事情 那我很期待未来18个月的MBA课程 也期许我自己能够大量的学习 并且能够在集中 谢谢 谢谢